漢廷我也要問一下 因為昨天其實林陶也在我們節目現場 他大膽的斷言說黃金交叉 因為國民黨的內參民調 昨天也是剛好公佈了嘛 可是這是公佈在辯論會之前 賴清德27.2 侯友宜25.6 柯文哲22.4 那賴跟侯之間已經相差1.6個百分點了 我們講的是世話加手機 所以林陶昨天大膽預言說 如果昨天賴清德的這一席中華民國災難 說這個標題持續發酵的話 就會是民調的黃金交叉點 不過當然也要加碼問你一個 因為明天就會是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了 更多人想看看趙少康是如何利用這一把 這個賴清德刺的劍 好好的把他射回去 那當然他的表現呢 我們也很期待以外 很多人就說昨天賴友宜做好了手勢 把他守好並且四平八穩 那就靠趙少康在他的辯論會上面 來發動金句連發 更加深空戰的記憶點 只是在那之前我們看到趙少康 他昨天去上了賀龍的一些影片 我們部分也已經收到了 比較有趣的地方啊 就是他昨天有被賀龍射一個局 就是賀龍要他穿了護膝 膝蓋走路 那當然趙少康就立刻說這老梗了 而且呢 賀龍聽完之後 其實我們也不要破梗啦 賀龍聽完之後大讚說我真的太愛你了 當然他也送賀龍辯論會的VIP入場證 這個動作也讓大家覺得很有goth 而且其實會蠻想看到 在辯論會上到底趙少康會燒出什麼樣的火花 因為我目前也只看到了宣傳影片比較短 那我覺得互動其實還不錯 而且現場的反應都還蠻熱絡的 就是覺得說趙大哥很明顯面對別人的社局 但是回答呢都還是有理有據 而且不卑不亢 而且呢也能夠很及時的回應出來 自己的大方跟格局跟態度 所以至少現場年輕人應該是還蠻喜歡的 那後面他們一定都有談到一些比較深水區的話題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其他的笑料 那真的就是目前為止都還不知道 那就只能夠盡情期待 那麼再來呢 對於先談昨天的這個總統辯論 整體來說呢我一開始看 因為呢終於也算可以看到 當侯友宜跟柯文哲兩個人一起在打綠的時候 那其實打的賴清德也算左肢右肅 本人看的是非常的爽 就看到總算兩面夾殺反應不過來 然後呢終於逼得賴清德現出原形 因為前半段呢這些媒體的提問很明顯的 都是媒體惡意的在做球 那在這邊呢還是要感謝中國時報 因為畢竟裡面說出了一個 其實是很難得到選舉的時候 才有機會談到的是什麼呢 這邊也要糾正 就像柯文哲主席所說的一句 我認為不太對 他說國民黨呢就是到選舉的時候 才不談統 這句話不對 為什麼平常也沒有在談統 但是只有選舉跟你談中華民國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認識到 原來大陸地區屬於中華民國 兩岸同屬於一個國家 在我們來說是有法理依據的 是有理有據的 這真的只有到選舉時期才能夠有機會被多數台灣人所知曉 否則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我們的法律當中有寫大陸跟我們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這才是賴清德 這才是台獨人士覺得中華民國是災難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憲法就告訴你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國 所以這當然是只能夠藉著在總統辯論的時候 有人提問了 大家說要遵守憲法 我們才終於能夠理解說這憲法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否則如果有人說我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但我認為中華民國的領域只有台瓶金 那他根本就沒有認同憲法 我認同憲法 我認同中華民國 但是他對於光復節 然後他對於七七抗戰 他對於八年抗戰的事情 然後完全都不提 他對辛亥革命也都不知道 這怎麼能夠叫做捍衛中華民國呢 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具體的一些交鋒 我認為柯文哲強在結問 就他幾個打賴清德的問題 其實都非常的犀利 都先準備好 那侯友宜是強在結辯 他的結辯的格局跟他整個的文句 那個稿子寫得非常之好 因為我看他前面閩南語所念出來 前面幾句還是排弊句 就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這是一串一串的 都是預先準備好排弊句 而且還有押韻 非常的厲害 而且最主要是後面這個格局 整個就拉高起來 因為他要推行新的政治運動 邀請柯文哲一起加入 這邀請的動作就非常重要 表示什麼 表示自己是主嘛 對不對 那就好像如果今天 這展現起來的格局 讓人覺得你比較大氣 所以柯文哲的結辯 其實就連民眾黨自己一些幕僚也認為 寫得不是很好 因為如果我們單從結辯上面來看的話 柯文哲比較像是講給自己的黨員聽 他說我是因為有你們才能夠走到這裡啦 對吧 有了你們我才有支持啊 可是呢 這個侯友宜他是講給全民聽 因為他還有講給白銀的支持者 邀請柯文哲過來 那賴清德呢 他是講給自己的信眾聽 他講給塔綠班聽 講給歌部聆聽 我們也不是很需要太在意 那麼第二個我認為啊 是雙方能夠有一些 極致的表現 是比較厲害 就是集中生智這個很機智的反應 是很厲害的 比如什麼呢 像當柯文哲有一輪在談到他的這個新竹的時候 他呢就咳嗽 然後可能是哽咽 我不知道他到底咳嗽還哽咽 就這個狀況的時候 賴清德馬上抓到這個機會 反打回去 對吧 他反打說 所以你看你也傷心啊 我也傷心 我想你的哭一定不是因為什麼 對不是因為這個 你愛那塊土地 我哭也不是因為愛我家 我是因為懷念我爸爸媽媽什麼的 這個反打就是他的這個極致 其實是有反殺的到 可是呢 比較可惜下一輪 柯文哲在結辯法演 就沒有針對這個在做回應 反而呢是侯友宜抓到這個機會 然後呢 再去反罵到賴清德 說什麼 說柯文哲的咳嗽 其實柯文哲的哽咽 是因為被民進黨抹黑 所以我一向認為啊 在這個藍的跟白的 要有一個主要的戰術是什麼呢 就是當對方幫被民進黨攻擊的時候 你某種程度上 你要幫著對方去打民進黨 你這樣才有機會 讓對方的支持者 氣保過來支持你 所以如果賴清德打侯友宜 理論上柯文哲應該要去幫侯友宜 去打賴清德 柯文哲被攻擊 理論上侯友宜要去幫柯文哲 去打賴清德 你才有機會爭取到 對方支持者的這個不討厭 最後才有機會 能夠獲得選票上面的移轉 那最後呢 就額外的這幾個議題 我覺得比較可惜 比如說像死刑 很明確了 賴清德呢 講得不清不楚 自己還口誤 是 那麼柯文哲呢 雖然他解釋了我們的華人 中國文化圈 都比較支持死刑 但可惜最後也沒給出一個定論 那到底是要或者是不要 那還是終身監禁 沒講 再來所謂 對 戒選的這個問題 我認為民眾黨要去打擊國民黨 偏紅 這也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 因為民進黨也抹紅你啊 那你怎麼可以跟著去抹紅這個國民黨呢 這其實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 應該是什麼 你應該也是要反對這種抹紅的戰略 那其實關於戒選的議題 這我覺得 這大陸有人名喜歡誰 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大陸也有人喜歡賴清德 大陸的鷹派網友超愛賴清德 他們都巴不得賴清德當選 然後趕快的無力統一 對吧 那有人喜歡誰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就好像 川普當年可能也會覺得 民進黨在介入美國大選 在支持他 對不對 那拜登也會覺得 民進黨當年在介入美國大選 當初不是還有友台講說 拜登是中國間諜嗎 對不對 這個電視台到現在還活著 這個政論節目主持人到現在還活著 製作人到現在還活著 每天繼續大放厥詞 然後民進黨還有人說我穿威武對不對 這個人到現在也繼續在從政啊 那請問一下拜登有沒有說 你看這個介入美國大選的 這些人怎麼還可以在這裡 那有沒有應該要把他們抓起來呢 所以你說實際上 各國各個地區 對於其他地方的領導人的選舉 會表達一些意見 會表達一些喜好 這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民進的 否則大陸很多人也都支持民進黨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2 2 5 6 6 6 7 7 8 9 8